智慧的城市必须是一个以人为核心 系统化发展的城市 中国要在这个第四次人工智能 发展的突破的大时代里 我们不能像第一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 我们中国都是跟袍 我们应该在第四次工业革命里 既有跟袍也有领袍 同时也有和世界各国合作 一起并袍的状态